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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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一个这样的腰带 竟然没有熔炼 是那么公平可以代驾了 公平可以代驾了 没有时间索 可是随时可以上架藏宝格 不过这个东西上架藏宝格贵了 得找客服 跨服指定你 这磨磨大抽了 等一下 我看错了吧 持久段的宝石 我知道有玛瑙 我知道有光芒 十九段的黑宝石 十九段黑宝石 兄弟们别跟我抢 我出八万 这黑宝石去天台 不得给我个两百万 王谢起床了吗 这个十九段 第一个应该上在哪件装备上 是无级别奋斗腰带 还是无级别笑里藏刀鞋 兄弟们十九段在找商人是没有 没有效果 认为商人你给他个十三级 他保持的也收不起游戏力 对不对 你拿十三跟咱们的十九 他有可比性吗 我跟你讲啊 梦幻西游的宝石乘以二的 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二百五十六五百一十二 十段宝石五百一十二 这是十一段 这是十二段 这是十三段 这是十四段 这是十五段 这是十六段 这是十七段 这是十八段 这是十九段 十九段的话需要二十六万两千一百四十四 失败的话 之前的不仅是十九会失败 十八会失败 他的失败几率是各种系数叠加在里面的啊 他不是简单的乘以一个啊 就是系数就能算出来的啊 所以说十九段黑宝石 这游戏币是多少啊 游戏币啊 游戏币的话 如果不失败的话 说你们黑宝石多少钱买的 黑宝石假设是十万九万 九万五行吗 九万五游戏币的话是 游戏币的话是249亿 我竟然感觉好便宜 游戏币249亿好便宜啊 这是不失败的 这是不失败的 250游戏币不失败 不失败的话成本原来才二十多万啊 他得是之前 他不是不是十八和十九不失败 是之前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失败啊 才是这种啊 没有少算一段 好了 好了我们开始测试一下 十九段宝石 一般来讲呢 小雪人是左右跳的话 人都会在 现在很多人都是自动收购了啊 没啥意思 一般你拿一个让他买不起的东西 他一般会输入什么四三八二五零 然后取消交易啊 或者是把他全部的金钱放上 孤注一掷 看能不能啊 是我对不对 是不是我脑袋犯婚直接卖给他 先给他尝一点甜头 一个一级黑宝石 我在商人那九万三百的 七万卖给他啊 OK 让他相信我是诚心来卖东西的 这个时候给他演一把 你就给我哭 取消交易四三八全部金钱 你放哪个 十九段黑宝石 你没见过吧 别说你了 我都没见过 放入了全部的金钱 六百七十四万啊 你要是有七百六十万 我就卖给你了 可惜你只有六百七 好 下一次一定卖 好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啊 我都已经给你们猜准了 他放啥 我大概都知道啊 他应该还是七万收 比刚才的高一点点 哎呀 看看宝图收不收 我就担心这俩人是一个号啊 宝图他们一万收 有点欺负人了啊 十九段黑宝石上了 哎呀呀呀呀呀 你有多少钱还是取消 666666啊 这个六 这个六 给我点赞啊 66666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看你这么有诚意的面子上 再送你一个一级黑宝石啊 不是A梦啊 有人说宝石给错了 你把十九给出去了 一级留下了 我这要直接下号 他妈就得给人赔十九段 黑宝石的钱了